原标题 原标题 古代犯人判了死刑 真如影视剧演的那般拖出去 就展影视或者小说里常有这样的情节 官员在查清案件 确认嫌疑犯为死罪后 便正气领人的喊 来人啊 拖出去展了 过下一个情节就是刑场 包大人效率更高 直接扎刀上大堂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印象 在古代判了死罪 差不多就可以立马展了 大快人心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的吗 且慢 且慢 大人们 你有好几道程序要走完才能展啊 首先我们讨论的时间是在秦汉之后 而且指的是一般情况 特殊情况不再讨论范围 秦统一六国 中国正式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 天下遂变加卫国 国家虽然设置了一系列国家机构 但皇帝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是众所周知的 也就是说 国家的任何事情 最高决定权在皇帝手上 其中就包括最高司法权 就是生杀大权 因此 在封建社会 按国家机关职能论 斩杀犯人有一套相应的操作程序 按最高决定权论 斩杀犯人首先得问过皇帝答不答应 服依刑法之前律具体来说 判了死刑的人 地方官员无权执行死刑 驱逐级上报 最后送到皇帝手上 皇帝愿后 要求重新核实该案件 厘清缘由 确认证据无误 以防冤假错误 这就是我国独创的死刑复合制度 此制度起源于汉 不过 最初只是年刑二千十太守 以上官员的死刑案件 才报皇帝复合 通俗理解 大官才有资格被复合 到了北辈此制度 正式确定下来 为书刑法旨记载当死者 不按奏文 这下 连普通人的死刑 也一律要上报朝廷复合 隋唐时期 此制度基本完善 死刑案件一律由刑部负责复合 然后再上报皇帝 即至明朝又有了朝审制度 刑部 大理寺 都查愿联合办公 还有一大帮专业 且级别很高的官员给意见 所以又称九卿元审 图二法国人 乔治 拉比拍摄的清朝衙门审判案犯情景 清朝大致延期之前制度 中央司法机关复審 提出意见 上达天意 有皇帝勾掘这情节影视可见 熟悉清末四大一案之一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人 就会相当清楚这个过程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人本已被定死罪 但由于杨家人的兼职 历时四年 几经波折 最后 慈禧太后当时已掌权 下旨重新喝茶才洗清原请 综上可见 杀一个犯人并不是某一个官员的意愿 他牵涉机关 人缘众多 过程复杂 再加上当中可能存在的各方势力角逐因素 并不是说着就占如此简单 图三董仲书公元前179年前 104年的复合之后 可以占了吧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要等秋天和冬天 这里面有一套理论 汉董仲书强调天人感应 认为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一类相应 秋冬之际 天地一片杀气 正是顺天行诸的正确时间 直接来说 就是以上天的旨意来杀你 叫你心服口服 还有一种说法 之所以选择秋冬二级实行 是统治者考虑不务农时 春夏农忙 就不去打扰人民群众做正警示 秋冬农贤 这时举行法制大会既不耽误工作 又起到警示作用 一箭双雕 自汉实行秋冬行刑制度起 后使大致沿袭此制度 如唐朝规定立春后不决死刑 清代规定 应处决的犯人也需在秋冀处决 好不容易秋天到了 这下总可以斩了吧 还是不行 因为还有程序要走 上面提到 由于最后的决定权在皇帝手上 那皇帝也是人 当时人肯定不敢讲 对案件的判断 会受到个人经验 当时情绪 个人好物等因素的影响 为避免错杀滥杀 精准断案 显示 对子民的爱惜宽厚如家人证 对已经完成复合 仍然维持原判的犯人 在准备刑刑前 皇帝说了 你们要再次提醒我 这就是我国优衣独创 死刑复造制度看清楚字眼 此制度建立于北魏时期 魏书行法制 诸州国制大批 皆先验报 乃施行也就是斩人钱 要上报皇帝 扶寺唐太宗 李世民隋朝也有死罪者 三奏而后绝的规定 但隋阳帝偷懒忽略了这一步 到了唐朝 此制度又恢复了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 或者说是一个事故 唐太宗时期 贞贯母年 大类成章越古办案过程中 鬼使神差的自己跑到牢房 把还没有公布的圣意提前告诉犯人 就是你没事了 这是被御使之道后煽风点火 太宗一怒之下 皇帝也是人哪 直接把张越古拉出去斩了 可是那边刀下去 这边平静下来的太宗就后悔了 继而毁之 弃思量 张越古罪不至死 顶天就几年熬 硬生生让自己给砍了 太宗皇帝又拉不下面子道歉 于是 埋怨时任宰相房玄陵等一干大臣 你们当时怎么不拉这点啊 震荡 石胜路 机令处之 功等敬无以言 所思又不复奏 遂及觉之 启示道理 锅甩得麻溜麻溜的 不过在这之后 就以制度形式 定下了附奏 凡有此行 遂令及觉 皆许五附奏真贯正要 这是一个相当完善的制度 行刑前 在经五附奏 天下诸周三附奏 也就是人性化管理 经成路进要跑五次 地方路远的体量跑三次即可 而且为防止流于行事 不能连着来奏 要隔天来 还有不管遇上什么特殊情况 都不能停止听不听是皇帝的事情 上奏是你们的事情 职责明确 最后还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唐律书役断誉 诸死罪求 不待负奏报下而觉者 流二千里 急奏报应觉者 听三日乃行刑 若献为满门行刑者 托一年 一看 哪个官员敢乱执法 就流放 坐牢 当然还赔上前程 宋明清大致言用此制度 图五唐律书一部分章节 经过这些程序 最后才能将犯人扶法 这也可见封建社会制度 并不是如影视描述的那么简单 也不是一句落后专制就可以概括 封建制度尤其适应时代的合理性 后人独立时不能以现代眼光评价 当然 无论是复合制度还是复奏制度 本质上依然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加强 以及皇权的威严 朝堂如江湖 虽没有刀光剑影 但皇帝杀人与喜怒之间 历史经验表明 皇帝杀人不太挑日子 法治不过是皇帝手中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只是在这些制度实施的过程中 客观上体现的慎行思想 对我国现在建设法治国家 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文 恒星参考文献 唐绿书艺断语 未书型法治文字 由历史大学唐团队创作 配图源于网络版权规原作者 所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